公升新闻总和报道 好 科技真的是越来越进步了 不止智慧手机 智慧家电 现在就连玩具都跟虚拟科技来结合 以科学玩具红遍欧日美的 这个台湾益智积木品牌 将推出的是全新的绿能智慧玩具 光是用平板就可以来操控的 像这种未来车竞速 真的是科技感十足 来自台湾的益智积木品牌 一口气推出多样 结合虚拟和实体的科学玩具 把电子电机原理游戏化 创造出独步全球的新世代玩具潮流 今天看着科技的节目 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像他做的陀螺椅 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陀螺椅实际上是物理学上 非常非常重要的进攻技 但是他用很简单的东西 让小孩子能够去实际体验上 陀螺椅的作用 把顶级名表陀飞轮的原理 运用到机器人上 单轮走绳索的特技 让人叹为观止 还有结合3C产品 用平板就能遥控的未来车 急速驰骋 乐趣十足 以后的玩具 出来都跟iPhone iPad可以一起玩 我把小孩子 整天在电脑上 心理上 我们把它拿回来 一起来玩 抑制积木业者深信 动手实作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虚拟世界 所以让智慧性科技 跟实体玩具整合 不只让孩子们 从游戏中轻松学习 也将玩出创意的 无限潜力 东森新闻小警员 张白波台北采访报导 好